張祥深夜發表聲明證實獲邀出席特別會議 有指有造謠者外洩後內機密通訊和內部資料 有關指控可能涉及違法行為 對其構成嚴重誹謗 並稱因準備時間只有一天 因此委託律師要求押後會議及索取法律意見 根據多家媒體引述消息報導 多名港大校委近日收到匿名投訴電郵 內容包括輪選副校長和醫學院院長程序 大陸公司的捐款 在教職員聯儀會裝修工程使用校方資金 及購買校長座價豁免招標 在輪選醫學院院長和副校長方面 醫學院院長現時由劉澤昇暫任 據悉他同時是下任院長輪選最後兩名候選人之一 而另一個職位現時緣控 另一行投訴涉及一家大陸公司 向港大捐款1,000萬元人民幣 並指定捐款透過中國紅十字基金捐出 及須作為49名大陸來港學生的獎學金 相關學生須符合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等條件 據悉港大於2022年11月 與中國紅十字會簽署協議 並於今年4月收到首筆850萬元人民幣的款項 但投訴指 作為學生已經在2022年9月透過其他渠道獲得獎學金 質疑捐款名單或款項有問題 另外校長辦公室曾要求將有關捐款撥到 港大戰略發展基金的帳戶 而校長辦公室作為預算持有人 但最終因為款項有指名用途 因此撥入學生獎學金 港大發言人稱有關捐款一直存放在大學的帳戶內 並未轉移到港大戰略發展基金 並且有人提出的洗黑錢指控 完全與事實不符及對大學、捐款者及相關團體都構成嚴重的誹謗 張祥在今天凌晨發表聲明 只有造謠者外設校內的機密通訊和內部資料 並斷將取義蓄意扭曲事實 他認為有關指控可能涉及違法行為 並構成嚴重誹謊 因此決定委託律師索取專業的法律意見 張祥也承認獲邀出席校委會特別會議 但他稱因準備時間只有一天 因此昨天下午三點委託律師 以電郵的方式要求校委會將會議押後 令他有時間掌握所有事實背景和索取法律意見 但有關通訊在一個小時後已經外洩 他對此感到遺憾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